经常他们会给我送礼送东西 我从来不谢谢的 没有必要 因为现在在这个金钱问题上 不是我要的 也不是我索取的 是你主动给的 你给肯定有你的理由 这个我没必要为这个事 来背上一个道德的负担 好像我对你感恩戴德 如果要我感恩戴德 我还不如不要你这个东西 所以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 送东西给我 我肯定喜欢 但是我一定会忘掉 如果我记住了 你就害了我 有意义吗 就没有意义 所以我现在 谁送了我什么东西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有一次 给我另外一个朋友 我送了一瓶茶给他 那个朋友当时大惊失色 他说哎呀 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都不敢要 我说什么贵重 也是别人送给我的 他说这瓶茶 可以卖一二十万呢 我说对于我来讲 就是一包土啊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我是不喝普洱茶的 我不需要的东西 跟它价值多少 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我也不记得谁送的 关我什么事 如果我天灵记住 这个东西谁送的 那个东西谁送的 我的精力 全部消耗在 这个所谓的道德上 那有意义吗 那反而害了我 所以我不求别人送我东西 但是送我的东西 我一定会立马忘掉 当然我送别人的 我也忘掉 我也不记得